我尽力 我们没有把握 但是我们会尽力 但是只能这样 因为你就算你能够改变一个 你也不能改变全部 所以让自己永远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天天学习 天天学习 保持谦卑 我们最怕一件事情 我只弘扬这个法门 其他我都不弘扬 看不起也不想学 那就完了停了 所以我想各位 一切世间的善法都是佛法 何况是佛教这么多法门 都可以学习 所以第二 如果你用慈心 悲心 菩提心 来训练自己的心 那这样你跟三恶道就没关系 贪嗔吃下三恶道 慈悲菩提心 往生净土 所以训练到自己 不会退转 什么叫口诀 口诀就是一种修行的精髓经验 所以各位要跟着老修行在一起 因为老修行一句话就改变你一辈子 不然的话你自己去研究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 来 第十三 针对大圣的正确修持来说 应了知一切对境皆不真实的见地 所以 所以 念一下 一切都假的 一切都暂时的 一切都是虚幻的 都是如幻如画的 如梦中式一样 就是你在梦中 你知道做梦的东西都是假的 那各位要有这个见地 这个见就代表直入你的心 直进去的 而不是你怀疑的 它叫见 那各位一定要有这个正见 所以你对什么东西都不会太计较 因为一切好好坏坏 它只是一个感觉的生洗而已 这个感觉的生洗如泡沫 一样一下就会过去了 那你也不会爱这个 也不会恨那个 不执着 所以这是基本 所以我这两天说的 修行大圣佛教的精髓是什么 念一下 摧毁自我 这个是重点 布施也是为了摧毁自我的艰贪 持戒是为了摧毁自我的伤害众生的心 忍辱是为了摧毁自我的成分心 乃至摧毁自我的懈怠散乱执着 这样你才有资格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精髓一定要先抓住 抓住这个精髓 然后再不离开我们对众生的慈心悲心 第十四 当你听到悦耳或不悦耳的话语时 要了解这些话是空无实质的冥想 犹如回生一般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耳根轻 有些人喜欢听假话 就高兴得要死 因为太重视这个不好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模拟 就是模拟 就是说你最不喜欢听到哪一些 你要经常跟自己讲 我不好看 我丑 我失败 我笨 你要有人在跟你说这个 你会觉得没有关系 修行最重要 我虽然是乌龟 你是兔子 但是我总有一天会走到 所以修行各位 你一直要训习 要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 但是不能麻醉自己 什么叫麻醉自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其他我不管 不行 你念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加持你 要把负面的念头要斩除掉 念佛的目的是消除妄念 而不是压他 当我有这种分别心的妄念 阿弥陀佛保持正义 而不是说 现在我要念一个钟头 其他我都不管 其他时间我都是妄念时间 我已经交叉了 我一天念一万遍 那这样以后 他变成一种执着 对我们修行的没帮助 所以念佛诵经 都是为了对峙这些妄念 虚妄的 那你要了解 这些都是空无实质的 只是你去故意去执着他 那就没办法 这个花很漂亮 但是他自然存在 他也没有漂不漂亮 但是是你有分别 你去对他产生印象 而又分别 但是他没有分别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 他只是一个存在的现象而已 第十五 在修持任何佛法之前 升起菩提心 将心一直在殊胜的觉悟上 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我想各位要看地藏经 要念大悲咒 要念仪鬼 那先升起菩提心 但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 所以要意念感受众生苦 可以花多一点时间 各位一开始 你不能说我升起大悲心 发起菩提心 然后就开始念了 这样意义不大 我个人来讲 我很喜欢坐飞机 坐飞机不用看电脑 不用做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把每一个观想 花很长的时间 升起大悲心 你要想很久 对六道 对眼前的 坐在你前面后面 都想 他们的状况 他们将来会轮回 如何如何 等一下他们开始要 要吃肉了 这边不睡觉了都在看电视 睡觉了都在滚滚滚这样 然后念仪鬼 想得很清楚 所以我要为他们 升起悲心和发 我愿意成佛 然后呢 在修行的时候 不离空性 所谓专心就是空性 很专心的去 念诵那些仪鬼 所以 升起菩提心 将心一直在殊胜的觉悟 就是你在诵经 念佛 持诵仪鬼 然后就保持在那个状态 非常重要 来 第十六 要练习 升起刺激 使显现和存在的一切 都能是本尊坛成 至于圆满刺激 则是安住在无二元之中 也就是毫无自信的显像 如同水中月的反应一般 最后则要回向善根 就像各位看到 五方佛 还有这么多的护法菩萨 以后你看到很多人的时候 这叫升起师弟 然后你要观想 所有的这些 友情都变成佛的形象 当然你可以从一尊开始看 然后看得很清楚 像光无量寿经 三十二项八十七项 所以在各种 佛菩萨都有它不一样的颜色 手印 表法 这个是从有的开始看 就是把念头 一直在一个正念 善念 所以你要把这些 就像各位 这个叫谈诚 来我问各位 马来西亚好不好 就是这个叫马来西亚 中间那尊叫总理 你要这样的意思是说 你一定要把先念习 念习这个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消除 不清静的念头 分别的念头 那你可以开始 念习你家里的一尊佛像 或是你喜欢地藏王菩萨 这样去看 然后看完了地藏菩萨 或者看了极乐世界 那你要把你 你在练习这个时候 你可以先单纯的打坐 去观想那个世界 就变成这样 慢慢慢慢的 以后你眼睛打开说 看到的 动的都是那个境界 这两年 但是这个是有 再来你就要超越 超越就是这样 这个境界是因缘和合 如幻如画的 这个叫圆满持地 你就不会执着 所以无论如何 你各位反正 你就看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看阿弥陀佛 看得很清楚 然后呢 再来再了解 他的空性 所以极乐世界 是一个方便的显现 那这样以后 这个功德很圆满 定会等次 然后再把这个善根 回向给法界众生 尼苦得乐 同乘佛道 第十七 来 无名在轮回中 折磨你 因此要点燃 智慧之真 若是希望 横跃六道众生的深渊 就要驱除 罪恶有害的我值 屈除罪恶有害的我值 这个要背 我想 所有众生的痛苦 根源 就是来自于 执着有这个 我的真实的存在 然后他就认为 我的眼睛 我的身体 我的事业 我的爱情 我的家庭 那这个是 最伤害自己 更伤害别人 因为有我就有 对立了你 你怎么会对我这样 我怎么会对你这样 你有单独的存在 就变成自私 自私 那你就跟别人对立 然后就会有那种 分别爱跟恨 痛苦就来了 所以各位要看清楚 这叫智慧 不热智慧 用点灯来 所以点灯功德很大 照见 看清楚它 你看清楚它 你就不会认为 它真实存在 一切都只是 镜中的反射一样 映像而已 它只是一个虚幻 不然的话 我们就一直被伤害 无名伤害 所以现在 就像说 哦 你的儿子被车撞死了 你要马上有智慧 对 有一个 跟我有缘的 对象 他舍爆了 因为本来就没生 也没死 他只是一个夜报的存在 现在我要帮助他的是 让他赶快去极乐世界 这样就好了 那各位要练习好啊 一定要习惯 这个事情发生 你已经想好了 他快乐 他失败 他活着 他死掉 他来 他去 你一定要习惯 不然的话 你会觉得 有变成没有 你受不了 就像我们突然被毁容 你会觉得 我不想出门 因为我毁容了 人家说 我不好看 那我想 我们谈佛法的人 只相信一点 我好看不好看 那是一个助言 就是说 我这一颗心 是不是一种慈悲心 来对对对方 你已经想好了 一个老人家 八九十岁 脸都皱掉了 但是他微笑 年轻人好 祝福你 我们好高兴 那个是最美的 然后你要一直去 让自己习惯 习惯这种思想 而且我们要成为 永恒的关怀 希望我这个 对众生的慈悲 现在一直训练到 我最后一口气 下辈子 我不管在哪里投胎 我还是保持这样 那真理是慈悲 然后这个外表也好 形象 这个硬化是假的 所以对你来讲 没有关系 就没有分别 那一定要经常的 有这个智慧的观赏 那为了要达到这个智慧 多在佛前点灯 它是一个很大的祝愿 消除心中的无名 好 第十八 物证本剧的觉性 有三个要点 不住过去 未来 横住当下 对 过去的昨天 前一秒 未来 现在就像各位 现在在听 我在讲 我们当下吸收 它的精髓 就好一下就过去了 就习惯这样扬成 第十九 我们在修持当中 不能对任何一切法 深情执着 或有所依赖 心要安住不便 不要像海上的波浪一样 漂浮不定 刹那不停 一切法都只是一个对质 一个方便 重点是能够断除烦恼 脱离轮回 来 接下来我们就 把它念完就下课好不好 交差了 十点 十点 等一下还有奏卡要发给各位 我们边念边发好不好 来吧 我们随喜我们战言法师去 义山 做功德回来 随喜功德 我们国际燕共 这一年来 念一下 三万九千多场 国际燕共要共 随喜功德 奉阿奉 这我要各位背 因为我每次啊 别人生病啊 往生啊 我就把这个功德 念一遍 奉阿奉 然后再给他拨背 超度了 因为这个功德力很大 对不对 就像我们把佛菩萨的功德 透过念咒语给对方一样 所以我们也要大家 汇积这些功德 汇积 我们最近还要办新的 叫十万遗轨 什么叫十万遗轨 你念哪一个遗轨都没关系 就算一遍功德 你念佛号五千声 算一个段落一个功 超过时间 然后就合起来 这样比较 比较菜比较多一点 因为你要对峙各种的烦恼 可能要加上各种的功德 所以念经的 送语轨的 念佛的 做放生的 拜佛的 忏悔的 打坐的 都可以 我们就算好 大概是那个阶段 然后就修一次 各位就加入